作品履歷 因為自己的作品履歷都沒有一首是夏日夏季派對的一首歌 所以一直以來都很想做 去到去年年尾就突然收到這個demo 這個demo本身的英文詞是完全不關夏天的 但是我一聽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立刻一聯想到就是陽光與海灘 一首夏日繽紛的感覺 所以就計劃了2024年 Around Summer就出了 今次出這首歌 是想和大家一起 好像過暑假一樣 所以今次去了沖繩拍攝 因為身邊很多人都說 沖繩是一個很悠閒 而且景色很漂亮的一個地方 所以就很適合拍陽光與海灘的demo 我想我相對比其他人少 是海灘游泳的 但是如果現在看到魚的話 大魚我都還未克服到的 西魚就OK的 魚毛、金魚都OK的 我是沒有想要派福利這件事的 我是純粹想切合主題 究竟沙灘或者陽光與海灘 或者陽光烈日之下應該穿些什麼衣服呢? 沒有理由穿西裝或者大衣服 都不適合這個theam 所以最後就 不如穿一下泳褲 穿一下沙灘褲 背心 色彩繽紛一點 想大家眼球 盡量有些豐富一點的visual 因為其實拍陽光與海灘 或者一些開心感覺的MV 其實絕對不會容易過拍平日暗黑跳唱 因為其實元素不多 但是你要在三分幾鐘之內 不停令到人家有新的東西看 去保持三分幾鐘 就要靠很多其他因素 譬如色彩、服裝造型的變化 有粉絲 有粉絲帶我給我看的 看完那條片 對,看完那條片 對,都很適合AOK 這首歌 但是鏡頭的角度 就比較激烈的 所以 他都低炒我的上身半裸 不是我想要的 給我AOK的角度 所以我就沒有這樣拍 那時候的樣子比較小 還有 也有一種 無憂無慮的感覺 我宏觀這幾年 可能都是大家在拍劇 或者總之要做戲 演戲 或者拍電影或者拍劇 都好 大家是沒有怎樣來的 不會像拍MV那樣 究竟你半裸 究竟你展示多少 你展示多少 都不關事 那場戲需要就需要 所以音樂和演戲兩個世界 要考慮的因素太不同 每次都可以去沙灘玩 暑假一向我都跟家人去沙灘玩 小時候 或者去大埔 大尾督道 BVQ 柴單車 我都以前小時候是玩這些 那 暑假21年 我姐姐逼我扮美人魚 因為 那一次我們很想去沙灘 但是我爸媽不是在香港 所以我姐姐就跟我一起去留下公園罵了紮沙 就放在家裡的廳 之後她就要拿了一塊毛巾 你的衣服放在家裡的廳 是的 我媽媽回到家裡之後就發脾癲了 因為兩個都罵我都黏了錢 然後我姐姐就拿了一條毛巾包著我兩隻腳 就逼我扮美人魚 然後大家一起在梳化探頭出來扮 是阿葵在探人類的世界 就是一些童年回憶 小學應該是小一二的 小一二 抗拒 無端的裝什麼美人魚 我想我抗拒很隨便的 無端的做什麼 所有選擇你竟然會裝美人魚 但我一向跟我姐姐都跟她很好的 沒有所謂 所以我就說你喜歡玩阿斯蘭 不會是陰影的 但是是一個 現在說回或者想回都會覺得 原來我都挺聽我姐姐話的 就是你要我扮我 我真的跟你一起扮 所以 還是挺開心的 小時候有一些 這樣跟家人 bonding 的回憶 跟家人去歐洲旅行 都是他們很想去的地方 很想做的事 你都答應過嗎 答應過 我答應過 就是想去飲食 有冷氣的地方 因為我本身不是一個外面的人 而且我是很怕熱的 我也都很大汗 所以就有冷氣的地方會比較適合 中學的時候 中學的時候 我最記得的就是 整天都跟中學朋友去拍貼紙相 這件事是很記得的 那時候是每個星期都一定要拍幾次 就是這麼浪費錢的活動 但是都一定要去 那時候很盛行 一定要拍貼紙相 大家一起在貼紙相機上 大家一起畫畫 寫下日期 這些是一些 我這個年代會經常玩的東西 中學的時候不會放Q pose 因為中學的時候 是全是懶型的 就是你一定要 就是 因為你有男有女 那些女生一定是 戴得很漂亮 那樣 我們男的全部都是 就是 頂多是這樣 頂多是這樣 就是你要搓 就是你中學 就是一定是很想 很有益 剛巧走過 見到 然後就拍了 就是很spontaneous 那樣 所以 那我們那時候已經大過了 所以我們是 不會再懶型地拍 就拍了一些很搞笑的姿勢 小組歌的 combination 我是不可以透露的 我已經收到指令 是不能透露 combination 但是 都幾期待的 因為是一個 清新的感覺 我的下一首歌 一定 和Hei Hei OK 是完全不同的了 因為Hei Hei OK 是一首比較 很開心正能量 很bright 夏日 很party feel 的一首歌 那我下一首歌 就 就和Hei Hei的相反 哈哈 Hei Hei的相反 那就是我的下一首歌 我不是怕粉絲擔心我 所以我出陽光的歌 我是想大家開心 所以想出陽光的歌 因為我對上幾次的作品 和可能這2024年後半年 可能粉絲都經歷過很多次 一些不開心 失望 粉絲馬戰 我想大家一起重拾開心的感覺 其實快樂是很簡單的 終於令我開心 看到我爸爸媽媽和我姐姐 很proud 我自己是很開心的 但現在都應該做到 是 但他每一次的proud 我都會很開心 對我來說 我看到會開心 見到神徒開心 我也會開心 因為每次神徒失望 他們不開心 所有事情 我都會 都幾影響 都幾影響自己的心情 我一向都很緊貼著我instagram post 下面的留言 大家tag我的東西 TG講 就是TG他們聊天 我每天都會看 所以我都略略 略略略略略都會知道 發生什麼事 但多數情況下都 不是用困擾來形容的 我會心同感受 或者我會擔心大家 因為我都不會想支持Anson Lo的人 因為支持Anson Lo而不開心 就是我覺得 我的作用是去支持著大家 我去entertain大家 我去令到大家的生活多一點的 開心正能量樂趣也好 都一定是 我是想有一個正面的influence 所以 對 大家不開心 當然是會影響到 我自己都會不開心 我會很想幫忙解決大家的疑難 我會很想幫忙解決問題 令到大家不要失望 一定會想自己 自己拿一個責任去 看看能否令到事情會好些 會不會想解決到事情 或者可能有時候小致是 可能這幾年我試過 大家買不到票 進場看我們的表演 或演唱會 他們的失望 我都解決不了 這些時候 我會覺得很無助 我都不知道可以怎樣 令到大家開心 所以 唯有是 我在社交媒體上 最少都每隔幾天我會查個post 我每一天在story 我都一定會 會show up 我會拍下 今天見到些什麼 什麼都好 就是因為 這個是我最少可以做到的事情 起碼讓大家知道 我陪著你們 現在就是注重身體的作息時間 和飲食 所以這兩個月都是 飲水 飲多了很多 還有我都 盡量少吃甜食 還有譬如我很喜歡吃白飯 但白飯都是一些高糖的食物 所以其實都吃少些 這些例子 總之 都想自己過一個健康的飲食 作息的生活 要長期觀察 但是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我還坐在那裡的意思 就是 是ok 如果不ok的話 就 就做不到訪問了 應該 我應該 就這樣拍一首歌就完 所以應該是ok的 譬如我回到家 就是做完事了 我都一定會給少許時間自己放空 放空的原因不是 大家是不是在罵膠 還是沒關係 是每個人每一天都需要這個時間 給自己 什麼都不做 遠離社交媒體 遠離你的工作 遠離你的朋友 遠離你的家人 這個時間 只是自己 你可以選擇 好像我這樣 阿珍玉 聽一下歌 什麼都不做 做一下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會是看電影 上網看完 就是看完我想看電影 是一個挺好的減壓方法 我當日在現場 但是我不用走 因為那裡是我家 那不是你盡客來叫他們走 我不是 我很歡迎大家 我怎麼會突然趕客走 誰說要走 就他們自己說 我說了出口 就引來馬戰 然後又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按一下小鈴鐺 他請問太鈴鐺 這個比想過 讓你嘗嘗 我會請問太鈴鐺 那個時收衍 但是我認識 有一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